DRBL還原學生機 在我們桌面上有製作一個啟動程式DRBL教室管理-DCS這支程式 當然你也可以在終端機的模式下 CtrlLT加T 先切換成最高權限 輸入密碼 這時候你可以執行DCS 這樣執行的效果 和我們執行這支DRBL教室管理-DCS程式一樣 先要打密碼 你選擇你的用戶端 那我們要還原教室 如果你是整間教室還原就選所有的 如果你就要還原一台電腦 就按照PC來選 那我選擇所有電腦 啟動再生龍 按方向鍵往下 到啟動再生龍這個地方按Enter 初學者模式 我們一般用初學者模式就好 除非你有很多不一樣的設定 那在新北市這邊 我們一般用初學者模式就夠了 接下來你選擇你要做的是還原 剛才講我們要做還原 所以我們選這一個 前面是啟動後面是還原 那這邊有分割區 那因為我們現在只有一個分割區 就是 我們的支援軟體的作業系統 那你可以選擇直接還原整顆硬碟 除非你有做很多個分割區 才選擇分割區 那我們就選擇整顆硬碟 歡迎完你要做什麼事 我們可以選擇關機 你也可以選擇重開機 看你這樣 一般我選這兩個其中一個 好做完請他關機 關機完這邊會有幾個選項給你選 看一下 Easygo NTPC這個是給大家預裝的 這一個 這個音像檔是給大家預裝的 至於這一個 ESTAU這個是另外一個 Unity的作業系統 如果你有想測試來玩的話 你可以選擇這一個 好那我們選擇預設值 假設你的學生機已經 不知道亂成什麼樣子 也沒辦法復原了 那就選擇這一個 好 NTPC 那注意你要還原的硬碟 這沒得選 只有這個 就按Enter 往下走 好這邊要注意一下 你要選擇MultiCase BroadCase 還是UnityCase 這邊注意一下 MultiCase BroadCase會比較快一點 因為他是利用群播跟廣播的方式 也就是說主機丟一份 下面的人去接就可以 那相對的 MultiCase也有他的缺點 就是有一台很慢的時候 大家都會等他 再來一個 有些機器他會漏掉 跑一跑 因為網路的不穩定 你教室的網路環境不穩定 或者Switch一些風包的遺漏 有可能會有一兩台機器漏掉 所以端看你自己教室的網路環境怎麼樣 如果要確保穩定度最好的話 就是UnityCase 他是點對點 但是他缺點就是 他要比較久時間 因為如果你教室有30幾台 他要重覆的做30幾次 為了保險起見 那我現在就選UnityCase 所以這幾個選項 你自己看狀況 如果你的教室MultiCase做得很穩 那就都用MultiCase吧 如果你的教室網路環境真的不是很穩 我就建議你選UnityCase 按Enter 往下走 這邊他會告訴你一些事情 那就按繼續往下走 這樣做完了 做完了不代表現在的學生機會繼續做 我們只是把指令下完而已 這時候你要到學生端去把機器按起來 那我們也可以這麼做 一樣執行這一個 輸入密碼 你可以選擇所有的機器 然後選擇WebOnline這個動作 他就會幫你把所有機器換行 如果你是現在機器已經在執行的 你就要是做重開機動作 那如果你機器是關掉的 你就可以選擇WebOnline 這是網路換行的動作 按Enter 讓他做網路換行 那網路換行有一些先決條件 當然網路開機PXE開機要起來 然後WebOnline PCI這個東西 在BIOS的設定 那一般在我們教室裡面都設好才對 這個就是教室還原的一些基本過程